市运主场馆活化最近引发了讨论 而巨蛋的使用是否符合经济效益 今天也成为议会的焦点 有议员就指出了市府每年以1700万的租金 将巨蛋委外经营 但为了办这个细施假节 市府租两天巨蛋就花了150万 质疑巨蛋的委外权利金 市府收得太便宜了 议员陈美雅在议会质疑 市府以每年1700万的权利金 将巨蛋委外经营 但为了办细施假节 又向委外单位租用巨蛋 两天就要租金150万元 如果按此租金计算 委外单位不是只要连续出租一个月 1700万元权利金就回本了吗 这个租金的话 目前是由文化局他们的收入 我们来支出 那个部分是1700多万 一年1700万嘛 好 细施假活动你们租了巨蛋两天 两天花多少钱 应该是100多万 两天花150万 所以市政府为什么做事情 如果20天的话就差不多1500万啦 然后一个月大概就超过1750万啦 那我们市政府都怎么都是在做这种赔钱的生意呢 所以市长 当我们要在拼高雄市的时候 当你在借钱的时候 请你要注意 这些钱都是我们高雄市民的名指名高 你要去慎用 这陈议员说的也没错 一年我们租1千7万 那我们扮演这些花东 给我们租105万 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你敢协调一下啦 好不好 议长说要求市府就租金部分 在与巨蛋协调之外 也要求市府重新检讨 当初的合约内容 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迅速赶进 港东新闻王介石 判知光三番吧